这里是熊猫幼儿园 小车的门一打开 小熊们就从小车里流了出来 场面一度混乱 奶爸一个人有点控制不住 赶紧把门关上 张悦奶爸就像幼儿园的老师 拿着竹子哄着五只熊猫宝宝跟着跑 五只猛滚滚朝你奔来 奶爸挨个摸一遍 宝贝们也很听话 这可真是个令人羡慕的直言 雅宋宝宝好像一个小人 扶着奶爸走路 哎呀摔倒了 雅宋想跟奶爸玩 抱着大腿不放 但是奶爸还有工作要做 跟小熊们挨个打招呼 然后就走了 熊猫幼儿园可太可爱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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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